记者吕一轩台北报导 218名我国人在西班牙涉及电信诈骗犯罪一案 二省听讯府告一段落 外交部欧洲司司长高安今天表示 这个月内判决将会依依出炉 外交部处于法务部警政署等单位持续合作外 也秉持立场尽力争取国人遣返回台 西班牙与中国联手打击电信诈骗犯罪 去年12月积压269名嫌犯 其中包括218名台湾人 我方虽提出遣返要求 并于今年1月时赵建西国代表 Jose Louis Eternitz 表达叹将国人遣返回台的立场 但西班牙政府内阁会议人同意将涉案台籍嫌犯 全数引渡至中国 该案目前仍在司法程序中 218名国人目前人都在西班牙 为遭引渡至中国 高安今天出席外交部立会时说 该案二审庭讯刚告一段落 12月内判决将会依出炉 外交部与住处持续协助主政机关处理 该案也转成资讯给行政院电信诈骗 很跨部会平台小组 高安也说明 文方希望尽量国际嫌犯回台 不过该案基本上应是个案 聘请律师之后还有上诉 司法程序将较为冗长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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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